美华社中文独家报道 2024年5月29日 美国总统Joe Biden和副总统贺锦丽 今天分别抵达费城 展开一系列竞选活动 为2024年总统选举争取选民支持 副总统贺锦丽于中午12点抵达费城 他在下击时向媒体招手打招呼 展现了亲切的一面 随后他前往参与一系列预定的竞选活动 总统拜登于下午1点10分抵达费城国际机场 稍晚于预定时间 他在机场受到随行人员和当地民选官员的热烈欢迎 本次总统拜登访问费城的随行人员包括 总统助理兼父母寮长Boris Raid 总统助理兼父母寮长Annie Tomasini 总统助理兼新闻秘书Karen Jin-Pier 总统助理兼高级顾问及公共参与办公室主任Steve Benjamin 总统特别助理及私人助理Jekob Sprayer等 迎接拜登的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州的官员包括 马里兰州州长Wiz Moore 国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Bob Casey 国会议员加州Barbara Lee 国会议员俄亥俄州Joyce Beatty 国会议员维京群岛Stacey Plaskett 国会议员内华达州Steven Horsford 国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Mary Gace Canlan 国会议员路易斯安纳州Troy Carter 国会议员德克萨斯州Jasmine Crocket 国会议员马里兰州Glen Ivy 国会议员罗德岛Gabe Armour 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Austin Davis 非城市长Suriel Parker等 随后总统拜登一行人员将与副总统贺锦丽会合 共同出席一场在费城的竞选活动 宣布拜登Harris非议选民联盟的正式启动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非议州长 市长 总检察长 国会议员们 工会领袖们与其会面 竞选活动结束后 副总统贺锦丽将先行离开费城 拜登总统则在下午4点40分离开费城 前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 并于4点55分抵达威尔明顿的特拉华州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 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 本次费城之行标志着拜登-Harris非议选民联盟的正式启动 旨在通过全国巡回活动 与社区讨论政策优先事项并争取支持 这一策略凸显了基层组织的重要性 和非议选民对民主党成功的重要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